昨天的五天就想透過這比喻 彼著我們持續天主的寫典 大家講出天主怎樣有為死對待忍住的人 三個比喻都有同樣的寫典 就是天主會用很多不同的講法 為引你罪人的源頭 和他建立美好的關係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人都難以了解 我們接受天主的美意 第一個比喻 一隻魚 可能更是一個獨立客的悶業者 離開了自己的願望 每個人要去找這隻先生做的事 藉由找到屋子 就請他的鄰居一起慶祝一遍 悶悶失去做的事 第一個比喻 第二個比喻 一個女人可能是窮的 不建造一個前排 最一次比喻總點就是 在他怎樣和門居 為了外觀以建造的一切平造 第三 當我讀自己的比喻 是令我很熟悉熟悉的 副真 我向好他 看他 教他 他自己的生產 給他一個小孩 給他一個小孩 他一個小孩 發生所有的前程之後 學會自己所做的 然後回到他父親那裡 父親那裡 父親那裡又沒有譴責 他就更歡迎他這個小孩 他好像隨便慶祝 他那時候回家 沒有其他更好的事 那麼值得做 因為很認真 比喻裡面的福餐感覺 四、三、三、二、五、大 這個福餐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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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愛和寬恕的現象 我們覺得 可能 無妨去做的 我們平時做的是 好似大小孩 比喻裡面的大小孩 所以 他現在 和他的父親 沒有想到 要得到獎勢 所以 他現在 感到 好 品化 一點 都不出奇 因為 他的小孩 即使 反鑽 幾大 的錯 他就得到 好好的對待 對大小孩 對大小孩 來說是不公平 這裡 需要 說一說 我是如何的背景之下 耶穌說 這三道悔 每天開始這樣說, 雖你及罪人都未曾跟耶穌為聽他講道。 耶穌可以見到罪責在身邊的人, 是很願意去學習耶穌跟著他, 和改變自己。 另一方面, 講到自己是無錯誤的身人的經事, 試著觀察耶穌和其他人的行為, 他們只是專門留三道其他人的藏主。 在他們的心目中, 自己好像一朵師, 將其他人飄遷成罪人。 而是因為和這樣的人一起吃飯, 激烏了自己。 於是,耶穌會講這三個比喻, 才會就是很精彩, 牽著每一個人, 希望所有人會在他身邊。 如果他們這樣做的話, 天主會感到夢大的喜樂去, 歡迎他們。 讓他們感到夢大的喜樂去。 但是這樣呢, 會有一個禮欠, 就是, 就是, 我們要做什麼賭特, 無所謂, 天主, 因為天主, 怎樣都會侮辱我們。 實際上, 不是這樣的。 這也不是耶穌, 而我們, 愛主的人的說。 最後結論, 天主對人的愛是絕對無條件的。 無論是, 就是, 變一個, 就著, 甚麼對著天主, 他人, 甚至, 自己, 都好。 天主對我們的愛是, 完全不變的。 主要命。